柑橘青枯病的防治策略 柑橘绿变病,又称黄龙病,HLB 对全球柑橘产业构成重大威胁 这种毁灭性的疾病是由一种名为亚洲柑橘牧师的微小昆虫传播的细菌引起的 对柑橘树造成了严重破坏 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柑橘绿变病是一种细菌感染 影响柑橘树,包括橙子、葡萄柚、柠檬和酸橙 这种疾病是由亚洲柑橘牧师传播的细菌Candidatus Liberibacteric 引起的牧师以柑橘树的叶子为食 在树与树之间传播细菌 柑橘青枯病表现为各种症状 包括叶子变黄、黄化、斑驳或斑驳的叶子图案 增长迟缓、水果质量差、又苦又畸形的水果 过早落果 受感染的树木的健康和生产力逐渐下降 最终导致死亡 这种疾病可以在柑橘园迅速传播 对整个果园造成严重破坏 柑橘青枯病对柑橘产业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在美国 最大的柑橘生产州佛罗里达州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 这种疾病从中国南部传播到南非 最终于2005年到达美国佛罗里达州 在三年内 它影响了佛罗里达州的大多数柑橘农场 HLB摧毁了果源 使柑橘产量减少了75% 目前正在努力防治柑橘氯化病并减轻其影响 管理亚洲柑橘牧师种群对于控制该疾病的传播至关重要 这涉及使用杀虫剂 生物控制剂和文化实践来减少牧师的数量 柑橘青枯病管理中的生物防治剂 瓢虫、瓢虫、瓢虫科 是牙虫和其他软体昆虫的贪婪捕食者 包括亚洲柑橘牧师 它们以牧师弱虫和卵为食 有助于减少种群数量 鸡翅、鸡翅、金龟子科 是另一类捕食亚洲柑橘牧师的有益昆虫 草陵幼虫在控制牧师种群方面特别有效 微小海盗虫 微小海盗虫、Aureus bp 是一种小型掠食性昆虫 以各种害虫为食 包括亚洲柑橘牧师 它们具有高度的流动性 可以有效地搜索和消费牧师 辐射撑柳 辐射撑柳是一种微小的寄生风 专门针对亚洲柑橘牧师 雌性黄蜂在牧师弱虫体内产卵 发育中的黄蜂幼虫以牧师为食 最终杀死它 Dioxmemorphalangicoda Dioxmemorphalangicoda 是另一种攻击亚洲柑橘牧师的寄生风 它在牧师弱虫体内产卵 新生的黄蜂幼虫 在牧师体内觅食和发育 导致其死亡 控制亚洲柑橘牧师的最有效杀虫剂 新烟碱类杀虫剂 是一类系统性杀虫剂 已被证明 在控制ACP方面具有很高的疗效 这些杀虫剂被植物吸收 并转移到整个组织中 使其对以植物之夜为食的牧师有效 比丛林和腮虫禽 是控制ACP的常用新烟碱类药物 多杀菌素来源于一种天然存在的土壤细菌 是一种有效的广浦杀虫剂 对有益昆虫毒性敌 多杀菌素是一种广泛使用的多杀菌素杀虫剂 作用于昆虫的神经系统 导致瘫痪和死亡 有机磷酸盐是另一类用于控制ACP的杀虫剂 这些杀虫剂抑制以仙胆减脂霉 扰乱昆虫的神经系统 以仙甲暗磷和马拉流磷 是用于ACP管理的常用有机磷杀虫剂 拟除虫菊脂是从菊花中发现的天然除虫菊脂中 提取的合成杀虫剂 对ACP有效 它们作用于昆虫的那通道导致瘫痪和死亡 脸本菊脂和高效率浮晴菊脂是控制ACP的常用拟除虫菊脂杀虫剂 亚洲柑橘牧师对柑橘术构成严重威胁 但有效的杀虫剂和生物防治剂可以帮助控制其种群 减轻柑橘氏化病的影响